恭喜AK 謝謝 最後兩個月就開 solo concert 自己有沒有緊張 其實開始緊張 因為其實下個星期去澳門之後 接下來的所有時間 都是真的要開始準備 solo concert 其實開了會 有 rundown 其實初步要埋齊人的事情都在搞 其實有點不真實 忽然間有自己第一個 solo concert 然後剛剛才完成MIRROR的團體show 然後緊接自己第一個 solo show 幾驚扯起 但我覺得很好的是 今年頭半年都有MIRROR的演唱會 不論是十六場和tour 都是一個很好的前哨戰為我做準備 可以做熱身 之前聽你說過對唱歌有點害怕 現在還有沒有這個感覺 現在害怕的感覺少了很多 當然也不是說很實踪 我唱得很有信心 但我覺得經過這幾年的練習洗禮 我覺得有些東西比以前看開了很多 亦都是成熟了很多 希望今次這個show 可以給大家看一個 這五年來經歷了的事情 然後有改變成長的AK 是不是都有找過老師去學唱歌 有啊 因為其實由入行到現在 都繼續找老師唱 因為始終不是科班出身 我們很多都是可能是舞蹈員 或者是可能做其他東西出身 所以入了行真的要去接觸 要揹起歌手這個名銜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出去上行 要增值自己一些基本上的能力才可以 嗯 但你始終都是跳舞擔當 今次那個比例有多少人跳舞 今次這個比例 大家應該是會有此理看得我 見到我跳最多舞的一次 因為其實說真的我要往出道 大家見到我跳舞的次數 其實反而都不是說真的很多 我有時候有些秀 可能會選擇去彈結他 或者可能做其他東西 都未必真的每一次都跳唱 可能今次MIRROR演唱會 才突然間我會再做跳唱 今次我自己秀 就會放多很多跳舞的部分 我有一些自己喜歡的舞種 我以前小時候 有接觸過的舞種 很久沒跳過 我都會今次再重新 然後給大家看 有些人都已經是今次 part of my inner-house dancer 很多我也都找了一些 額外可能不同的 其他跳舞界的人士來幫忙 希望能夠在這個表演 呈現到一些 可能香港比較會少人呈現的舞種 或者可能大家未必太熟悉的 一些跳舞文化給大家認識 體力上是否教你 跳舞文化 體力上其實要 我都開始訓練自己的體能 因為現在學習那種 pick up那個 我以前小時候跳過的舞種 其實是很浪費力的 我覺得那一部分 都其實同步在練體能 但當然我覺得 完澳門演唱會之後 真的埋班開始再做 我覺得第一件事 真的要回到專訪 因為我覺得我身體 無論體態上 或者體能上 都比起成角的時候 差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完澳門演唱會之後 是重新第一件事 真的要訓練自己身體的體能 可以應付這個演唱會 你瘦得太多嗎 我覺得現在是 我覺得自己現在有些瘦得太多 體能上 真的可能未必可以 自己一個人 鼓勵整個演唱會 所以接下來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 大的功課要做 即是接下來 去到SOLO之前 你怎樣增榜 因為始終時間沒有那麼長 我覺得增榜 未必去到那麼大幅度 所以我會以體能為優先 今年會 今年其實我未來 在澳門回來 就要拍第二首歌的MV 所以我今年 在SOLO之前 其實應該還有兩首歌推出 都是快歌 都是快歌 都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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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嗎 這次嗎 慢歌 慢歌不頑 慢歌是一個很深情的故事 快歌是頑皮的 快歌也頑皮的 快歌也頑皮的 很頑皮 慢歌是自己有份參與作曲的 快歌也有份參與創作 但大部分未必太多 但慢歌是參與作曲的部分 多一點 你應該是在Consert 有沒有聽到這兩首歌 或是之前 有可能會參與 慢歌那首 應該是SOLO Concert 之前就大家都會聽 但快那首 我應該會留在SOLO的時候 第一次呈現給大家看 還有我剛才說的 嘉賓方面 你那個的快歌也有三個嘉賓 你這樣 整個數字出來 二還是三 我都沒有說過有幾多個 你剛才有三個過去 三個可能是同一個人來的 很多元 很多元 阿Man有時都是這樣 應該是普通話 我這次找了兩個人以上的嘉賓 希望可以和一些好朋友 這幾年 和一些我一直都很欣賞的前輩 去這次分享我第一次演唱會的舞台 不知道說過沒有 因為沒有說過沒有 你好不好 你那一個事都不懂 你如果想過 我現在正在申請 可能 不知道 因為有問過的 但是場館帶不帶寵物 好像是有一個規限 就是可不可以帶寵物 協商當中不知道是否可以 但你不會擔心它始終 這個會 所以我都 如果它真的 就算如果可以 它真的太害怕的話 可能都未必成事 因為始終都要看它安全為先 因為演唱會都很大聲 狗仔好像對牠耳朵有點傷害 我怕牠在台上 即是去廁所 我怕我會成為第一個藝人 在演唱會上撿屎的人 在台上 我怕這件事會弄得太吵架 但它是其中一個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也想啦 但是就 不知道 要看天意 是的 一直跳舞 加些move是可以撿的 公司給不給 會不會 你不說我差點忘記了這首歌 這首歌暫時 還未在Rundown的項目 我再量度 可能是彩蛋 你問一下 會不會這麼繽紛 即是過沙發的事情 想問你 你跟眼睛 是不是很繽紛 有些部分數會挺繽紛的 但都是由形為主 有些角色 我看見有些角色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動漫 亦都知道我很喜歡卡通 或者很喜歡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覺得這次的 這張圖片 是攝影師 Mac都跟我溝通了很久 然後也很感謝他們去 滿足我一個 這麼奇怪的想法 我覺得自己這張圖片 我很喜歡 又可以帶上叉寨 叉寨是那天真人去拍的 真人 真身去拍 都順來 他拍得比我快 他那天早收工 他早收工 是專業的 我覺得這次的這張圖片 和這個名字 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個演唱會 感受到我這五年來的遊戲旅程 你有準備點閃卡嗎 閃卡去嗎 閃卡有 但這次未必是掛了一頸 看看用什麼形式 可能有些不同的玩具 的優點 可能都會帶出來 這次 那些 那些 是否都是軟忍若然的 那些衣服 那就要看我的身體操成怎樣 如果身體操得好的話 那就不軟忍若然了 給你們看 可以給我代表波 什麼 叫記大 我想記大鍵 可以給我代表波 我的波過來 可以 記 是不是 你們做訪問後面 幫我AI記大鍵 代表波的波 給我 那些什麼 什麼 你想知道操了多少 可以這樣操嗎 哇 我要問Stanley有多少吋 之前問過他好像有四十多 你要努力我這樣 他好像當我十 好像當我十 有什麼 那通常 會不會 這些粉絲都說加長 嗯 會比較好 我又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能夠開到一場 其實都已經真的很感恩 如果反應好 能夠有得加長 當然最好 因為做表演者的話 是能夠可以 把表演給到更多觀眾看 一定是最開心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隨緣 還有看過Teen的安排 因為 都是那一句 開到一場已經很感恩 但是你覺得自己可以應付到多少場 你的體力 我的體力 如果 100場也可以 你覺得自己能夠打扮 就是因為 因為 我覺得可以保持著每一天 去做表演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每天做同一樣 上台表演 你問我 我都不會覺得累 我都不會像走Tour那樣 所以是 當然是有得開多少場 就開多少場 但是 這些事情都不能夠勉強 能夠開到一場 就已經很感恩 我覺得是盡 可能是有多少場 就做到多少場 然後 希望那一晚 是盡力 做好自己的表演 發揮給自己 然後就希望留一個美好的會議給大家 想的 其實這次本來我都很 第一次講的地點 都很想是戶外的 但是 外於是 七八月是真的雨季 我很怕到時真的下雨 大家 工作人員又辛苦 看的人又辛苦 我又不想大家準備了的東西 是最後可能是 會有機會 未必是最完美地呈現出來 我最後都是選一個新來的地方 始終是第一次演唱會 想保險一點 因為狗展 即是 即是 創策 你自己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心情 我的心情就擺在這裡 看到沒有狗展在這裡 Postar 裡面有狗展 我把我的回憶放在這裡 因為始終都是我們 出道的地方 還有 接下來 好像六月就開始要清拆 我們都要搬到一個新的地方 這五年其實都幾多回憶 在這裡 由 Music Zone 開始 去到會展 然後洪館 阿博 它開始慢慢去到現在 WELL Tour 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由這個地方開始 希望大家之後會好好記住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再相遇 因為都有很多不同新的地方 表演場地正在興建 那就 不要緊的 遲些再見 我又不知道 投訴 但是投訴什麼 投訴買不到 我又不熟 IT的東西 死火了 是不是這麼快一點的F5 我真的不知道 希望大家怎樣也好 不要買那些黃牛的票 因為始終 租金季 開始收支 維持不了 那就留一個美好的回憶 在一個最安全的地方下離開離場 會不會再飲食業? 都會 因為香港我覺得暫時飲食業 香港本身經濟最近都不太好 希望大家多些留港消費 在香港消費都開心 你不捨得嗎? 沒有不捨得的 我覺得是一個挺美好的回憶 因為跟哥哥小時候的一個 口頭講的一個夢想 都想不到大概有機會實現 還有可以將我們的貓貓 舊舊放在一起 我覺得無論如何 都會是我們一個美好的回憶 有沒有將外面的東西放回家? 會呀 會呀 遲些會拿回公司